老公,我找到工作了 嗯? 我说我找到工作了,开心吧? 你找到工作那肯定开心啊 你在家好久都没上班了 只靠我一个人,赚得了什么钱啊是不是 肯定开心,开心得很 在哪,在哪上啊? 在我弟那里 啊?在你弟那里? 他们要去旅,让我过去帮他们看店 在你弟的店里面啊? 对啊 上班怎么能上到你弟店里面啊? 这样子会有矛盾的呀 能有什么矛盾啊?我又不要工资 啊?你不要工资? 啊? 一家人要什么工资嘛 你不要工资,这算上什么班啊? 这不算上班啊 那至少我出去了呀 这样你就天天不用看着我在家躺着啦 你出去,你帮他看店,他去旅游 啊?你还没有工资? 那我愿意啊 他们要旅多久啊? 呃...一个月左右吧 一个月? 嗯 他们要去旅游一个月,你一份工资都没有啊? 就自家店,还要什么工资啊? 那我们这个家怎么办 小孩怎么办 啊? 小孩啊? 对啊 那小孩你带咯 你带他跟你一起去上班啊 我也要上班啊 啊?你还让我带他 我怎么带得了? 那带去我弟那个店不方便啊 有有点危险 唉,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你帮你弟看店一个月一分钱没有 他们出去旅游 你帮他们看店 那他们要是去旅游了 那店关门那不得亏好 好几千啊? 那就不要去旅游啊 啊?要去旅游就拿钱来请人看啊 干嘛还呢?冤枉钱啊? 那是冤枉钱吗? 我在家闲着也是闲着 出去旅游就不花钱吗? 花的比这个还多吧? 那他们也要去旅游 家里面也要赚这样子再真正比嘛 才不会一直亏损钱嘛 旅游的钱都愿意出啊? 请人看店的钱都不愿意出吗? 怎么能有这样子的人啊? 我看到 他们也是想请啊 但是我想着 请别人浪费那钱干嘛啊 还不如我自己去看 而且别人自己也不放心 你去帮他看店 他店赚钱了 这个钱还是亏他 你一分都没有 你觉得你心里舒服吗? 我舒服啊 只要我帝他们开心就行了 行行行 你你顾着你帝 你服帝吗? 但是我告诉你啊 这个家 你去 如果你去你店里了之后 这个家 没得煮饭给小孩吃 家里面乱乱的 怎么办? 那你住啊 我也要上班啊 我也要赚钱 还要养家呢 你可以做了 然后回来 啊 回来做这些嘛 你上班了 然后下班就回来做饭啊 干家务啊 那别的男人都可以 你怎么就不可以呢? 我说你这个女人怎么回事啊 服帝魔啊 真的是服了 已经入魔了你 服你弟弟已经入魔了 你知道吗? 这话说的好难听啊 自己的弟弟 谁不帮 我不帮谁帮嘛 那我也去旅游得了啊 你去旅游 我要去旅游 我不上班了 你在搞笑吗? 我自己带我们小孩去旅游 你是不是没睡醒啊 在说梦话啊 我也是你老公啊 你要去旅游了 那我们家的钱都断了 你还知道我们家的钱断啊 你知道我们家的钱断 你就叫你弟给你开工资 不然我要带小孩去旅游 你这里去看你弟的店吧 我弟的店我是要去看的 你们不能去旅游 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去旅游 去旅游也要带上我呀 怎么只能你去享受啊 等他们回来了 我们再去也不迟啊 他们要一个月啊 一个月啊 你这三十天 天天出去不找家的 一分钱也不往家里面带 我又不是去玩 我这是在去锻炼自己啊 锻炼自己 我早就叫你去找班上了 你不去找 那现在也是属于上班了嘛 现在去你弟的店 一分钱都没有 是算上什么班啊 只要我不在家就行了 也像上班一样啊 我觉得你弟啊 开这种店啊 愿意花钱去旅游 也不愿意花钱给别人看店 这种啊 早晚要打币 我都说了是我自己不要 打币 你会不会说话 别打我早晚要打币 干嘛说这种上气的话 我弟要是听到都不要你这个姐夫 都让我跟你离婚 因为他做生意 这种叫做不会做知道吧 你会做得很 你看你一辈子只能打工 干嘛说我爹呢 我早晚也赚到钱啊 我也会自己赚钱 就是自己去旅游 你自己去帮他看店 我不是在跟你商量啊 我是在通知你 我明天再让去 通知我没用 我告诉你啊 没用 你去我就直接去旅游啊 没敢 我自己花我工资去旅游 反正你这个没用 你去吧 你去帮你弟看吧 打币 要打币的 还说